我先介绍一下你 就是我们这次第七次 Westlake Online Math Forum 请到北京大学的谢骏毅老师 谢老师是算术动力 算术动力系统方向的领军人物 他同时也研究代数几何 丢翻图几何和浮动力系统 他今天带来的报告的题目是 The Geometric Bombay-Long Conjecture For Varieties of Maximal Albanese Dimension 非常感谢可以在西湖大学 尤其是国际数学日给这个报告 然后这个报告是 关于我和北京大学的 袁新毅老师最近一起合作的 一个工作 是关于这个Bombay-Long猜想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然后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用这个大写的K 它表示 或者是一个术语 然后或者是一个函数语 函数语它就长成这样 就是一个小KB 就是一个B的函数语 然后其中B是一个定义 在这个预小K上面的一个variety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Geometric的 这种就几何的Bombay-Long猜想 所以说在这个报告的过程中 我们主要是考虑这个函数据的情形 特别是我们主要是考虑这种 特征0的函数据的情形 然后最后我们实际上是会reduce到 这个B是一条 overseed的曲线上面的这个case 就是我们 就是大家如果 就实际上可以想象 就是这个B是一条曲线 over这个辅数语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是会落到 这种情况上面 然后这个Bombay-Long猜想 它相当于是非常著名的 这个Modell的朗猜想 它在高维的这个推广 所以我们首先是 回顾一下这个Modell的朗猜想 就是 现在当然已经是一个定义了 然后这个Modell的朗猜想 它是在数据的时候 然后是Fartings非常著名的定义 就是如果是Numberfield的时候 它首先应该是被Fartings证明的 之后又有两个证明 一个是这个Voitor 它使用这个丢翻图逼近的想法 还有一些Arrow Club几何 然后给的是第二个证明 然后第三个证明是比较近的 是Lawrence Wampers 给的这种基于Piedic 浩洁这种证明 然后这是数据的情况 然后如果是函数据的情况的话 它正会 这个其实更早就得到了证明 就是说函数据的情况 如果是特征明的话 我查了一下 应该最早可能是Modell给的证明 然后还有这个 Groote Groote 然后Parshing 然后Arrow Club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证明 就是他们都给了这种 不一样的证明 然后如果是政策证的时候 应该是最早可能是Samuel 之后Spiro Volage 应该都是分别给过不同的这种证明 OK 然后这个回顾一下这个Modell的浪猜想 它说的是什么 它就是说 如果C是一条这个Smooth的 然后是Projective的曲线 Over这个我们的这个K 然后它的这个规格是大约等于2 那么 那么最后它的结论 就是说 这个C上面 它就只能够有 这个有限个游离点 OK 然后我中间空了这么一行 就空了这一段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 如果是数据的时候 这个Statement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Statement了 但在函数据的时候 就是我们其实总是需要一些别的假设 就是如果是函数据的时候 这个K等于KB 这个时候我们就总是需要一个额外的假设 就是说 我们需要假设这个C 它本身不是这个ISO区流的 然后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ISO区流 就是在这个曲线的这个case 这个ISO区流就是指 就我们说C不是ISO区流的 指的就是 我们只说C是ISO区流的 指的就是说C 它 就你现在的C是认为 它是定义在这个大K上的 是定义在这个 整个这个函数域上面的 但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C 它实际上是 基本上可以说 这个C实际上是定义在小K上面的 也就是说 如果它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小K上面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family的话 它每一根fiber就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就是这种ISO区流 然后稍微严格一点说 就是说 你把C 给被限制到这个代数B包上 大K 大K拔 然后 它说这一个东西 它是实际上是定义在 这个小K拔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把这个C 认为ISO区流 然后就在函数域的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这种 notISO区流的这种条件 然后这种条件 总之需要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例子 就是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你这个小K 它如果本身就是一个代数B的 然后C 它是可以定义在这个小K上 所以说C 它实际上是 从一个C0 然后base change过去的 就是它C0通过一个小K 然后在base change到大K上面 然后C0是一个 是一个over小K的 这个光滑的曲线 光滑的projective的曲线 那么就很明显 因为你K是 小K是一个代数B语 那你的这个C上 就C0上面就一定有 无穷多的这个小K点 但是你可以把它给陷入到 这个C大K里面去 就是你所有的这种小K点 就其实自然自动就是大K点 所以说这样的话 C这样就自动包含了 无穷多的这种游离点 然后这个就是 就会造成这个上面的 这一个陈述就不对嘛 所以说在函数据上 就是这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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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 S-QB的这种条件 是永远都需要的 然后 现在是一维的时候 它这个条件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但如果是高维的话 它这个 None S-QB的条件 就会比较 可能乘数起来会比较复杂一些 就是它有可能 比如说 X本身它 它并不是这种 某种意义上 它并不是定义在小K上面的 但是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指处 是定义在小K上面的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所谓定义在小K上面 有可能是需要 up to一个什么 双有理的变换 或者是up to一个 这种finite的cover 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 但是函数据上你总是需要一个这种类型的这种条件 就是它的原则上就是看上去像是来自于这种 example one这样的这种例子 OK 它这个陈述起来有的时候比较复杂 后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不陈述这个条件 OK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介绍什么是这个Bombieri朗猜想 OK 就是这个Bombieri朗猜想 它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好像也有两种版本 就是我会把它们一个称为是代数的版本 一个是解析的版本 然后我们首先来陈述一下它的这个代数的版本 这个代数版本我们就把它叫做A吧 然后它就说X是一个projective的variant over这个大K 然后它是general type的 就general type这个条件它相当于就是高规格的曲线 在这种高维的推广 然后它相当于是说它的这个canonical bundle 是上面有很多的截面 就是它canonical bundle是big的 然后如果是k是一个函数域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需要一个这种notiso区流的这种条件 但是我就先不陈述它是什么了 就是就可以想象它大概就是某些东西不是定义在这个更小的 就是这个系数域上面的这种条件 然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数域或者是函数域但是不s要趋有的情况下 这个X上面的X上面的X里面它的这个k把点就 X里面的k点它在X中就不载hddance 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的乘数 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是X是一条曲线的时候 它canon type就对应到是规格大1.2 然后它的那个游离点不载hddance 就是至多只能有有限个游离点 所以说它这个确实是model让拆想的这个推广 然后这个拆想是非常 就是应该是一个非常open的一个拆想 就是它在高维的时候知道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然后我看大概应该只有以下这两种情况是可以讲得清楚的这种已知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说X是urbanian variety里面的sub variety 然后就是关于urbanian variety里的sub variety 然后你去考虑它游离点的问题 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个model的朗拆想 OK 这个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个model的朗拆想 然后model的朗拆想它是最早应该是Fartings证明 然后Fartings是在数语 以及特征0的函数语 Fartings相当于是在数语和特征0的函数语上面证明了这个model的拆想 所以也就相当于是回答了这个urbanian variety的sub variety 他的这个model的拆想 然后这个Fartings的证明是基于这个Voyta在 Voyta对于model的拆想的这个证明 就是那个丢翻图逼近的这个办法 OK 然后在这个证明的函数语或者是就是说所有的函数语上面 后来虎修实际又给了一个基于模型论的证明 这个是函数语的情形 OK 这个是第一个已知的情况 就是这个关于urbanian variety里面的sub variety 然后在如果是数语上的话 这应该基本上就是这应该就是基本上是唯一已知的这种高维的非平凡的这种情况 然后然后第二个已知的情况是在函数语上面 就k是等于kb是函数语的情形 然后这个时候x是一个smooth的projective variety 然后我们要求x它的这个口单准bundle是ample的 就是x它的口单准bundle是ample的 就是这个就要比那个Kanonico bundle要强很多 就是因为Kanonico bundle它是一个向量虫 就是在高维的时候它是一个向量虫 然后Kanonico bundle它是一个线虫 OK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ombieri朗猜想就是至少在特征0的时候也是已知的 这个是特征0的时候应该是Naguchi 以及这个应该是独立的 独立的还被这个Martin Deschamps 他们独立证明的 然后在任意特征 任意特征的时候应该是这个Delay-Russel 他们有一个任意特征的时候的证明 但是我印象中它在正特征的时候 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这种数值上面的小件 OK 这个是关于这个bombieri朗猜想他的这种代数的这个版本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这个bombieri朗 他的这个解析的版本 就是这个bombieri朗他解析的版本 是基于一个就是Voyta的字典 就是说Voyta他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个整取线就是一个 一个 辅的variety 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这个整取线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c到这个x上面的一个非常值的映射 就是non-constant的折承 就是c到这个x上面的一个非常值的映射 这样的一个映射 我们就会把它叫做一条整取线 然后这个东西在他说这个东西 会类比到这个丢翻图几何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他并不是直接类比到比如说一个优利点 而是说他是类比到就是一个无穷的这种sequence 这个是属于xk 这个是无穷的 这个是 就是Voyta认为的一个对应 然后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对应 比如说什么navalinda 第一什么主定理第二主定理什么的 他都有对应 然后这些我就不再不再陈述 然后基于这个对应 我们很快就可以 就基于这个对应 我们可以很快给出一个 就是这个Bombieri朗猜想的一个这种解析的 这个版本 然后这个解析的版本 我们先陈述它的一个比较弱的版本 这个解析的版本我们把它叫做b吧 然后我们现在先陈述它的一个相对比较弱一点的版本 就是这个比较弱一点的版本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因为它是解析的version 所以我们考虑来都是这种特征0的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假设这个k 是可以陷入到辅数c里面 所以我们fix一个陷入 就是把k给陷入到这个辅数c里面 然后 它的假设是如果这个xc 就x是我们这个variety 如果 你把它 你考虑x的c点 它将就会变成一个这个辅的代数处 辅流型 然后如果这里面没有整曲线 就没有整曲线的话 就是一个辅的代数处它没有整曲线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它叫做双曲 就是辅双曲 它是一个双曲的 就是说如果xc 它是一个双曲的 那么 这个x上面它就只能有有限的有理点 因为按照Veita字典 你如果有无穷多个游理点 它类比过去 它就应该有一条整曲线 然后它现在如果没有整曲线的话 它就说它最多只能够有有限的有理点 然后 这个是这个陈数基本上在数据上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含蓄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一个这种NOTSO区流的条件 就是NOTSO区流的这个条件 然后如果我们还希望一个更精细的版本 因为它这个版本里面它只说了这个x 它完全没有整曲线的情况 但是你还可以问就是说x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整曲线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的猜想应该是怎么样 然后为了这个比较精细的版本 我们就需要一个这种叫做special subset的这个概念 这个special subset它其实也有两种 也有两种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是代数版本的special subset 就是spx 我们把它定义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 就是你考虑世界上所有的这种abinium variety 然后到x的这种非常值得有理映射 然后到x的这种非常值得有理映射 然后你取这个映射的image 然后取了它们的image以后 你再取它的找sgb包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些image全部并起来 然后再取它的找sgb包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会把它认为 这个是x的代数的special subset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定义实际上是一个存代数的定义 这个是一个存代数的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存代数的定义 我们会实际上会发现就是这个定义 因为它对于这个预扩张它是保持的 就是它在basic圈局下面是保持的 就是说spec这个如果x是定义在k上面的 但你如果把它basic圈局到一个更大的L上面 它和这个spx在basic圈局到这个更大的L上面是一样的 就是它在这种就是预扩张下面 它是一个不变的这样的量 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存代数的量 然后然后这个这东西看上去 它跟我们的就还跟我们的整取向不完全一样 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解析版本 就是说如果你是over c的时候 你其实还可以定义一个解析的这种special subset 就是spx 我们会在底下写一个h 代表它是来自于这种就全存的印象 Honormovic 它是一个解析的这种special subset 它的定义就相当于是它其实也类似 它就是说你考虑全世界所有的c到x上面的这种整取线 就是你考虑x的所有的这种整取线 然后你把它们的init去取一个bin 然后再做xdb work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种解析的这种 special subset 然后你首先有一个很明显的观察 就是说这个代数的special subset 肯定是要落在这个解析的special subset里面的 这是因为你abinit variety是可以被这个整取线来cover的 所以 然后 这个辅双曲体核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猜想 就是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猜想吧 就是这个green graphics浪猜想 猜想 我们之后就会把它记成是gtl 嗯 它说的是如果x是一个ooc上面的这个concentive variety 那么它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说你的这一个解析的这个special subset和这个代数的special subset实际上是一样的 然后 第二条就是说你用这个special subset可以刻画x什么时候是genetype的 就是说x如果是genetype 嗯 这个就可以推出它的这个special subset 嗯 是 是一个proper的 这个 是一个proper的zgbd 就是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x是genetype的 那么 磨掉一个就是proper的zgbd 所以你就没有整取线 就是所有的整取线都掉在那个proper的zgbd里面 OK 这个就是这个green graphics浪猜想 然后 嗯 有了这个special subset的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陈述这个 嗯 我们就可以陈述这个 嗯 比较精细 精细一点版本的这个bombiary浪猜想 就是它解析版本的bombiary浪猜想 就是b 然后 它说的是 嗯 如果 这个这个还是同样的 就是说我们的结论还是 嗯 这个x 如果x 你把它的special subset 给挖掉 你把x的special subset 给挖掉 那么这个时候 这里面就不应该包 就这里面就不应该有整取线 然后 嗯 对应到这里面 用voiter猜想 哦 用voiter的dictionary 嗯 对应过来的话 就是说 你把x的special subset去掉以后 里面就只能有有限个 嗯 有利点 OK 这个是它的乘数 然后 呃 在数据上的乘数就是这样的 然后 函数据的时候 呃 我们还是需要这一个 就是 就是 not s 取有的这种条件 OK 然后 呃 我们 就是很容易观察到 就是说如果你假设这个 green-gray-face 浪猜想 如果你假设这个 green-gray-face 浪猜想 那么如果x是general type 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special subset 就自动不等于x 然后 所以说 这个解析版本的这个猜想 然后如果加上 green-gray-space浪猜想的话 它自动可以推出这个 代数版本的这个 这个bombiary浪猜想 OK 然后终于我们可以去乘数 呃 我们的这个 呃 结果 呃 就是我们的结果是下面这个定理 呃 定理1 这个是 是我和袁老师 呃 我们的结果 就是说 呃 呃 我们做的是函数语的情况 就是说 k是等于小kb 呃 其中 这个小k 它是特征0的情况 呃 然后 x是over 大k的一个projective 的verize 呃 然后 我们这里面要求 a是一个 orbenianverize over 这个大k 然后我们现在存在一个f 是一个 这个 x到a上面的finite的印象 呃 然后我们这时候也是需要一个这种 我们需要一个这个 呃 not s 区流的这种条件 在我们这个case上面的话 这个条件我们是这样 叙述的 就是说 呃 就是 我们的这个 orbenian variety a它没有这个 它没有trace 就没有大kb over小kb的trace 呃 呃 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 给你一个orbenian variety 它的 这个trace 等于0 是什么意思 它trace等于0 就是说 这个orbenian variety 里面它没有一个orbenian的subvariate 是定义在这个 小kb上 嗯 ok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这里面加的这个 呃 not s 区流的这个条件 然后 呃 在这个条件下 我们这个b是成立的 就是 呃 b是成立的 说的就是 嗯 x如果你除掉它的这个spatial subset 呃 那这里面它的k点就只有有限度 ok 啊 然后这个这个其实包含了很多情况 比如说 x 现在我们只要x是finite的 呃 比如说如果是之前这个model朗猜想的case 嗯 嗯 它x是a的一个subvariate 就是x是a的一个subvariate 那它自动就是finite的 所以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这个model朗猜想的一个 函数据上的model朗猜想的这个推广 ok 然后我们 给一些remark 嗯 嗯 首先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这个not s o 区流的条件 然后如果我们对这种hyperbolic的case 就是 嗯 嗯 对于这种hyperbolic的case 就是x它spatial subset是空极的话 呃 这个时候我们会可以有一个更精细的这种乘数 就是说在这种乘数下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个 呃 嗯 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我们就不需要这个ni条件 然后但是如果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它最后它就你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这个 这个有限性的 所以因为这个条件它是必须的 你就不可能得到有限性 但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更清晰的结果 就是说它虽然不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嗯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除掉有限的邮理点以外 其他所有的邮理点 都是来自于这种so区流的这种sub variety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 嗯 we can sure 嗯 就是说 x 嗯 如果除掉它的special subset 然后你在考虑上面所有的邮理点 在取B8的话 嗯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so区流的 这个意思 就是 某种意义上so区流吧 就是因为高级的时候定义so区流本身也比较麻烦 嗯 嗯 嗯 而且 嗯 除掉有限的东西以外 这个 这个 x 除掉 这个special subset 里面所有的邮理点 它都是来自于 来自于一些定义在小k上面的 然后这个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一里面是一样的 就是它所有的反例其实都是来自于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种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那种区流的这种反例 然后第二条就是说 我们现在相当于是证明了这一个解析 就是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证明了这一个解析版本的这个 这个 Bombieri朗猜想在这种 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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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A有一个finite map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 但实际上这个也可以推出这个代数版本的 这是因为 这个 Uno Kawamata 还有这个Yamaloin 就是他们实际上是证明了 这一个 GreenGrid Space 浪猜想 它在这个 我们这个case是成立的 就是 在我们这个case 你把这个X 给BaseChange到C上面去以后 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上面的 这个GreenGrid Space 浪猜想是成立的 所以说 首先在它这个里面 这个 解析的 SpecialSubset 和这个代数的SpecialSubset 它是一样的 其次 就是说 X如果是GeneralType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等价于 这个 它的SpecialSubset 是不等于X自己 这个是 就是这个工作 然后最后我可能想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吧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题目里面出现了一个这个 出现了一个 Maximum Alba Lazy Dimension 这个条件 就是Maximum Alba Lazy Dimension 这个条件 它说的就是你这个X存 你考虑X的这个 有你的这种 Alba Lazy Dimension Alba Lazy Map 它会打到一个Abenian Variety 然后你就说打进去以后 它的像和X 它的那个维数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 你实际上做一些双有理的操作 你就会发现这个X 它其实是可以双有 就是一个 有这种Maximum Alba Lazy Dimension 的这种X 它实际上是可以双有理到 一个我们这个定理一里面乘数的这种 这种X 然后双有理的条件 它其实不太改变这种 有理点是否 找HT-Dense 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 在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Ni条件下 我们其实就也证明了 这个 我们题目说的这个 Maximum Alba Lazy Dimension 情况的这个 几何的这种 B area 才行 是 B C C C